马进行推进 还是说有一个撤退 然后再加上上单一个单代和打团 都是有一个保障 并且现在如果要摇的话 瑞兹走中卡尔玛走辅助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现在在LNG 已经拿出出魅的情况下 这一手瑞兹 如果真的放到一个上单位 去进行单代 看一下标记这边 有没有什么反制对方开团的手段 那LNG这边第三手是选择了泰坦 算是留了双C位 要么是一个AD 然后再留了一个中上的一个团队 是的 刚才咱们说到一个数据 就是LNG这边可能在比赛中 他们的一塔率目前来说是连赛垫底 这个其实也跟他们在BP中 AD位置英雄选择的一个优先级 没有那么高于关系 之前的十场比赛 其实就在前三选里 拿下AD位的一个比例是40% 其实这个比例在当前版本来说 相对各个战队比较低了 因为之前LPL拿的话 一般就是一边拿一个希尔 在一边拿个狭落 但是LNG其实在前面拿AD 拿得比较少 我们看一下LNG这边是搬掉塔姆 BB是搬掉了上一场 非常carry的一个阿卡利 限制一下 限制一下 虽然说这个英雄接连几个版本缺弱 但是我们看到 无论说是Ut还是圣强哥拿出来 他们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这英雄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操作性英雄 对吧 他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对 这边是搬掉了拉克斯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标记来说 辅助位置的选择没有特别多了 同时卡尔玛这个英雄 其实放到下路去打泰坦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不算是一个特别优的 这边是搬了卡莎 现在看LNG要打哪个半区 如果打上半区 下半区是可以选个EC的 打下半区选EC 这样会是一个最稳健的选择 而且这也是阿修罗的招牌英雄 是的 但是这个就又来到那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下路组合其实 推线有点难 对 推线能力方面有点弱 如果说BV选侠洛下路的话 其实推线LNG要被抑制推 这样会非常难受 看一下怎么选 侠这边索下来 莫甘纳 新模的莫甘纳 也是用的挺不错的 之前他们有一场比赛 就是拿莫甘纳配合上 卡尔玛包括希尔的一个组合 让中期他们的一个开团 和凡打都非常厉害 但是由于希尔被搬了 这场是选择了霞 霞的问题可能说是 队友第一时间上的时候 他没法跟上 但是还好这把是由卡尔玛的家属 而且这场比赛 其实BV最后一手 拿到莫甘纳的话 他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场比赛 霞是不太用惧怕对方朱妹 或者说妮可的先手的 这边最后锁下了派克 此前这个英雄出场的话 我是记得弗兰朵用过 然后金贡也用过 都是取得了胜利的 现在都锁下了派克作为上单 LNG这个阵容中期的 打伤害有EC收割有派克 其实这个阵容算是中期比较 应该算是容错率比较高的 而且他的斩杀能力比较强 但是BV这里的话 他中期是有机会可以避战的 因为他主人亲戒能力很强 一局比赛 蓝色方BV红色方LNG BV红色方LNG 好 谢谢双方粉丝 给三支队伍带来的加油声 你看我就很懂事 我在等第三个队伍 喊老干爹的不要急 下次就来了 下一场重庆主场的比赛 就是面对上老干爹 是的 那双方是一字排开 这边是本来LNG因为有泰坦 可能想做一个一级入侵 但是BV是很懂 他是往后撤了一下 看一下上下这边 给到的一个阵容强度曲线 这边还是稍微看好BV一点 差不太多 你看中期那25分钟 一分钟之内 LNG能不能赢下比赛 Frando这边过来被ADD逮到 那这样抓了一下自己的反流系带 其实这个带余阵倒是 现在瑞兹稍微少见了一些 现在更多的还是选择 带一个奥数会心 或者相会猛冲 特别是打上单 因为上单你要打强势线 一般来说带奥数会心会更多一点 但是因为 一勾勾到 但是刚好是把奥秀罗的Q给勾挨了 是的 这场比赛其实ADD的对线 还是带余阵更稳一些 因为这两个人实在太容易军训他了 这边弗兰朵和之前一样 他是选择带了一个 是选择带了一个训捷步伐的 之前也是有想过为什么要带这个 但是确实派克现在在线上 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压制力的英雄 他还是带一个训捷步伐 稍微有回复一点 这边挖区界位置是被发现了 那猪妹是刷半区开的 现在Selfan应该在想 自己下半区被入侵 他应该换野区 双方是一边 国豪开下半野区 另一边猪妹开上半野区 这样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RNG这边下路组合压力会大一些 而另一边就是哔哔哔哔的上单 ADD这里要被压现 对 好在RNG这边下路的一个兵线 是在往回压的 确实也是这个赛季 LNG他打上半区的效果更好一些 所以一般阿修罗在下路要抗压 但是他抗压中期补发欲 能力又很强 这边打到 双方中路的换血 也是一个误开 上路兵也推过来 这边是迅捷步伐 凯旋 传说韧性和坚毅步导 下面是复苏之风和过度生长 勾没勾到 RNG这套天赋其实线上的续航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这套就是在线上可以压 然后如果你消耗我的血量的话 我是可以往后撤 然后通过被动逆血之心来回血 上单两边继续 你弄我弄 上路的线倒是一直压进来的 因为ADD他其实也知道 上路的这个线一直压进来 主要是因为朱美是开上半区的 自己打也在下半区 那肯定还是把线压回来比较好一点 另一边的话阿修罗在塔下补刀也没有落多少 虽然说没有落多少吧 但是这个肚层应该还是会被标记这边一直在耗的 因为在蒙哥纳这边到达三级的情况下 其实就算是断王爷这边想先手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没有什么把线推出去的机会 而且新魔这把是 看一下这里要杀佛兰朵 佛兰朵这里直接被顶起来 打一套一技能走一闪溜了 这边是一闪拉了一下身位 然后通过被动来回血 这一波打掉自己一个闪现 其实挖掘机是白转的 龙豪这里是没交闪直接打的 是的 但是话说回来 其实上单派克这个点 也不是说像其他上单那么持闪现 毕竟他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英雄 我们看一下下半区 开始说到那个点 新魔他这把打得比较凶 他带的是一个奥数会心 平常我们看到摩甘纳打的话 可能是一个守护者或者是艾迪 那这把应该是打一个泰坦 而且就整个LNG这边下路是没有太好的先手可以打的 所以这个带法应该还也算是比较 怎么说比较正常的 标记这个下路组合 它是一个纯优式线 一般像这种纯优式线打起来就不太会考虑 怎么去防守 或者说怎么去保证线上的一个稳定 更多的还是好戏 这边阿修罗是走出来的 他省了一个TP 因为现在是要先出一个耀光来打线上 等自己再攒够权了再回家出女神类 这也是现在EZ比较流行的一种打法 是的 这种也是比较强调在线上的一个稳定能力吧 就能打线 要不然的话先出女神类确实有点太亏了 就出女神类 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线权 那你出一个这个稍微增加一点打下能力 对面打自己的时候起码可以稍微反打一下 不会意识挨揍 这边BB是做了一个前草的针眼 这样可以一直在阿修 LNG哪怕自己先推出来 他也不敢说去做太多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LNG下半区是黑的 他下半区是没有前草眼 也没有三角草眼 而在另一边BB是做了一个进攻的三角草眼 上路弗兰朵回家是掏出了自己的一个提亚马特 但是就算是掏出提亚马特 其实现在ADD出到仪式的章节之后 线权应该还是ADD这边的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需要出女神类的英雄 更多的会在第一剑先把其他装备套出来 对 比如说卡莎他就先套一个十字枈 然后这边的话瑞兹会先套仪式的章节 看一下萨芬这边过来了 这波是想找机会吗 但是摩根纳这边有黑盾比较困难 而且说实话有点假 因为这边有个前草的针眼 但是还是往前逼了一下 这边我还是在上路反红buff 萨芬是和对面换了红buff 双方是一直换野区 前期两个英雄是没有太多的碰撞 BB的下路算是挺警觉的 因为LNG他开始下半区的眼位是做得比较少 但是忽然往前压 那就说明附近肯定有人 而且自己打野在上半区 赶紧往后撤 是的 而且LNG这边 其实下路眼位做得少的原因也不是别的 就是从开场到现在 是一直在被压着兵线 根本出不去 现在这波打野在旁边晃了一下 给自己撞撞胆 先把前草睹睁眼排了 然后再坐一轮附近的眼位 但视野还是不够多 因为毕竟前期还没有做到眼时的时候 就只能靠睁眼来排一下附近的视野 是的 看一下这边虎豪又过来了 这一波 但是后面有人反蹲 而且没听到 现在酷酷这里也来了 3月1直接过来 一个异性能拉下 没有拉到人 这里直接定到了一个挖掘机 但是挖掘机就用大招 打了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不可阻挡 最终是收掉了人头 而且是由ADD收掉的 这波比较机打的也是非常非常果断 虽然说中美大招是大到了 但是在大的那一瞬间 国豪是已经大招出来 上单这里弗兰朵 也不算是特别亏 因为毕竟还有TP 如果这波没TP的话 上路比较要炸 弗兰朵好像很省 因为自己这个英雄是可以赚钱的 他待会应该是要想省一波TP 去下路赚钱 就这波可能对于LNG来说 没有亏的特别厉害 至少在数据上亏的不厉害 但是对于标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刚才也说到了 标记这个阵容 如果想拖到后期去进行一个5为5团战 或者说单代的话 瑞兹这个点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中期一定要B战 是的 看一下这一波 E技能没有拉到ADD 这里是稍微 虽然大招中了 但是由于大招已经出来 反而是躲掉了 ADD这边是稍微靠上 走了一下位 躲过了这个E技能 现在中路的兵线 也没有算是说 有时候特别大的优势 一直都是互推的状态 是 圣枪哥开始来 蹭下河蟹 下半局LNG的等级起来之后 兵线也可以往前压一下 这场比赛 圣枪哥在被击杀一次之后 其实相对来说 ADD这边压力会小很多 而且如果这个时候LNG不想一些办法 对ADD的发育加以遏制的话 其实再往后发育下去 ADD这个点 尤其他带的还是一个余阵 其实就算在单代的情况下 被打野这边照顾 一个人打两个也不一定会死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下一波如果骚准来解决一下上路 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现在是选择恐龙 BB这里上路有优势之后 也没有特别急 ADD也没有说是持续的前压 他自己也是怕干脚 是的 左号这里抬一下针眼 再往上走 LNG这边前期没有动到太多的视剂 但是是控了一条小龙 这边小龙的信息在出来之后 左号这边马上过来控狭狗先锋 这边是挖隧道进去 而且心魔已经过来了 并且金角这里也是走了过来 BC这边是没有TP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狭狗先锋比较难争 这样的话其实和开始 你说的那个数据一样 LNG在前期他的一塔率低是有原因的 他前期感觉可能说是更注重于一个地图的控制 而不是说是支支资源的掠夺 是的 就这种是战队的选择问题嘛 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对错 下路 这边阿修罗是一个人在吃的 要留守江哥 江哥这里已经能赶紧走 旁边 这查了一个针眼小端是查出了两个人 看到了野斧的时候 那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危险 瑞兹这边换下来 阿修罗也是不太敢吃了 阿修罗这个是选择回 那是和沈阳哥作为一个换线 其实这边这样换的话 两边都可以接受 因为LNG是拿条小龙 他避免了就在自己 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去 和对面争夺 硬碰硬 是的 但是就这种换线 其实在兵线上来看 LNG这边还是小亏一些 对 圣枪哥是亏的 对 上路有人帮忙卡 现在下路没人帮忙卡 而且这场比赛 对于圣枪哥这边 在处理兵线和游走之间 到底怎么处理的一个思路吧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场比赛来到中期 应该说现在就可以预料到 ADD这边是一定会持续 给到边路兵线 源源不断的压力 这边是金角下来了 金角下来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对线 而且心魔带着挖掘机一起来 这边看起来是要持续的压制 富兰朵 富兰朵这里赶紧走 开一个W 溜了 招峡谷先锋 这边是要保自己侠来吃这个塔皮的 峡谷先锋招出来 这边赶紧往前靠 不然塔皮有时候吃不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种峡谷先锋撞过去的时候 然后也没人在 塔皮是没人吃的 是的 这边单吃一个320 相当于是白赚了一个人偷钱 下路的伊塔应该也是要被拿掉 现在BB通过自己白赚的这个峡谷先锋 是给队伍拿到了一定的优势 这个伊塔在撞完之后 经济上也就领先个1000块吧 其实这对RNG这个阵容来说 也不是不能接受 因为毕竟AD的发育来说的话 阿修罗他也在吃塔皮 他的经济不会落后太多 并且他也有个形切预兆 这边霞虎前锋想要装二塔的时候 是被弗兰朵给阻止了一下 这边LNG的上路 也是由EC吃掉了一个塔 小段是来到了弗兰朵附近 稍微掩护了一下还是走 双方前期稍微打得比较平稳 下路这波回程 霞应该是有了一个黄叉的 看是出黄叉还是出攻速鞋 暴风大剑 这边是带的一个致命节奏 所以说准备直接出无尽 也是有那种直接来两把无尽 就是无尽加一把吸蓝刀 无尽加吸蓝刀要出个攻速鞋 有致命节奏的情况下 自己的攻速不会特别满 中期的伤害是要比出火炮那套高很多的 但像这种出装其实是强行在提自己中期的一个打架能力 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阵容其实没有必要及在中期打架 因为中期的话 LNG这边抱团5v5的作战能力是要比标记这边强很多的 而且由于有派克这个英雄的存在 所以说凯尔玛这个英雄其实如果想要依靠护盾来保住几方残血英雄的话 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派克那个大招是无视护盾的 对 包括塔姆的那个灰盾 其实有时候塔姆会错误地预估自己的血量 他觉得自己的灰盾不会被斩 但那个是无视灰盾的 这边两边AD其实吃的钱都有很多 所以没有差多少 阿修罗这边下边吃完上边吃 好爽 1120 这边新魔过来坐眼位 AD的经济 反而还是阿修罗领先的 对 因为他肚层吃的大概多了几百块 主要还是因为他独吃 另一边金角是竟然和队友分一分 你来一点 我也来一点 是的 但是LNG这边的肚层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吃的 阿修罗这把的发育也是非常快 在中期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战能力 现在有2000多块钱 回家应该就可以直接逃个兵权或者三项出来 是的 但就现在其实看标记这边的一个分路 或者说兵线情况来看 其实标记在边路并没有给到 因为自己上单还在带 AD这里还是想稍微正常发育一下 这边风龙也让LNG控下 下调是水龙 前期的龙属性不是特别战斗 LNG中期可能会有点难受 因为BB如果中期不想打 他是可以不打 他有很强的侵线能力和转线能力 他如果不想打的话 LNG也没那么好开 开始你也说到 因为有这个莫甘娜在 不然到这边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但是闻到了什么 感觉不太对 要留 左右横跳 先看一下 又来了 火候取消了回程 这边塔已经被拆掉了 所以说也没有 其实过去就是蹭下经验而已 对 这边Plex来到下路 这个塔应该也可以独吃的 因为LNG是布置了 F在附近作为一个掩护 这场比赛阿修罗的一个出装 也是因为自己很顺嘛 包括对方这个阵容 其实是偏脆的 所以说没有选择出一个兵权 出兵权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 对面AD阵容 AD英雄比较多嘛 这把来说的话 BB的上中 都是一拼 而且这三项确实输出更高一些 是的 当然还有一点吧 主要是顺 要不是因为 没钱的话 谁想出兵权 EZ回家掏了一个 他是掏了一个CD血 这边上路 弗兰朵稍微看一下草丛 但是他没有看后藏 那边还是有个眼黑 真是怕动向 如果出CD血 一般 这个出装的话 是不出女神 这个出装一般来说 他是不出那个 是不出炉灯的 对 因为CD可能会一出 但如果他点了超然的话就不会 如果点超然 现在就是40%减CD 现在EZ的出装 其实在不能出双女神之后 是有很多种流派吧 包括也是有出科技枪 这边 这边直接地道 莫格纳 莫格纳被勾了回来 自己还没有给盾 直接被弗兰朵给斩下 这边的话 骚凡是吃到了一个分墙的钱 好快的猪 这骚凡的QR 也是在盲视野中 让星魔这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闪现黑盾都在手里 没有交出来 那这个确实在盲视野中 出来甩大招 是比较难反应的 这也不能说怪星魔的一个盾 如果说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是正常的 如果反应过来的话 那只能说年轻就是好 这边连一下链子 咱们把眼给排掉 这边是要反一下红 同时中路是给到压力 一勾勾回来 金角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再吃了一发Q 再E技能过去 一发Q技能 没有命中 但一发招过来 这边是被大招给躲掉 其实在塔下有点尴尬 因为阿修罗的这个W技能 是被他给挡住了 这个是先优先打塔的 如果刚才没有这个塔的话 可能金角这个大招 可能要提前被逼掉 虽然确实在前期的时候 BDB有拿到一个E血 但是中期节奏 他是选择B战 不过LG还是很主动 一直在找机会 这样一来一回 找机会是在中路击杀掉了 辅助之后 塔的血量 也是磨到了一个残血 是的 这种其实就是LNG 这种想要打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跟我B战 但是我就要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太近 这个太近 他如果再往左边一点 可能还是有一定反应的机会的 但是他实在隔着一个 中美格太近 而且这种其实 交黑盾确实有点困难 但是像这种盲视野甩技能 其实有时候交出闪现来 还是有可能的 西魔这边还是要更激进一些 就现在对于标记来说 他们整场比赛吧 再往后打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是像这种团战 你给LNG开起来 开一波你亏一波 开一波亏一波 但是 开十波LNG肯定是接十波的 对 但是BDB他一定要避战 他如果要打的话 中期就一定要 就是说我在中路清兵线 狭心的能力很快 清兵之后 然后两路 一边是卡尔玛一边是ADD 他反正都有TP的 他的编路带 反正中期龙也 属性也不好 就换给LNG 是的 LNG这边其实就一直想要龙刷一个 刷一个什么火龙或者土龙 刷土龙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这个任容 打龙不算特别快 如果刷土龙的话 自己推塔 拿龙会稍微快一些 自己也会稍微舒服一点 这里可能过来 定 敌到一个瑞兹 瑞兹被勾了回来 立即开出一个盾 但是交出一个闪现之后 能不能跑 上次套了一个妄牙道 回盾 上方重新拉开 忽然左这个位置 自己是交了一个E技能 交了一个闪现 通过自己的W慢慢回血 FLEX这边是被打了一套 自身血量也不是特别满 但是金角这边被EZQ了一下 血量也不高了 EZ在E上去 离发Q技能没有命中 EQ 现在看到卡尔玛的伤害打的 河门这样根本不疼 因为他是一个辅助装 这公路先把线给清一下 刚才这一锅PTP 是被打掉了两个闪现 而在LNG这边也是 打掉自己上单一个闪现 不过还好的是 由于派克这个英雄 不是特别吃闪现 所以FLEX下波也没有怕 而且这场比赛 还是那句话 就标记这边 其实在边路给到 圣强哥这边的压力 是完全不够的 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就LNG这个阵容 其实他开团 一个是猪妹这一个点 再有一个 其实FLEX如果说 在边路兵线上的压力 没有那么大的话 也是可以来正面协助开团的 也就是说 这场比赛ADD 如果不能够在侧面 来对对方有一个压力的话 那这场比赛 不要既防止开团 或者说 避免开团的一个层面吧 概率吧会更低 因为如果你在边线的话 你要想给出 就是说你不要派克去游走 你要给压力 对 你要压到什么二塔 不然就是说 我在中间这里 我推一波你推一波 那很开心 派克凡人出个五速前 你在这里刷我去游走了 但是这个情况下 ADD他一定要给压力 他如果不给压力 弗兰索他每次 突然变线就去游走 那B2B还是难受 是的 但LNG证明还是可以开 而且其实现在 讲句实话 我看了一下 ADD这个装备 它是不太用这么稳的 因为这个装备 其实想抓死他 比较困难 现在中期 可能LNG没有那么舒服 因为龙卓刷三种属性 这把是已经确定了 刚好没有刷到那条LNG 最需要的土龙 来 上来 这边想要勾 但距离比较远 其实是有点吓唬的意味 但是如果勾到的话 EC是很快可以支援过来 是的 因为EC刚刚已经在河道 这边狭的无尽也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间点 BBA是有作战的能力的 有一战之力 因为Saufen现在是没有 他是没有误抗的 是的 Jax射雷 看到这个和解 但是由于BBA的AD 和打也是已经露面 所以也是没有敢吃 现在比赛来到22分半 LNG这边经济是领先2000块 2000多一点 这2000多还是来自于EC的一个偷钱 然后再包括吃了塔皮 其他方面的话 中单也是由于补刀的领先 有一定的 这边是有经济领先的 现在过来抓一下 要抓一下ADDADD 三个人这波ADD不好说 我们看一下先一个EW 刷了一下盾能走向吗 控制 控制其实LNG实在太足了 这波看一下能不能够斩 躲掉斩不好说 这样鸡飞再加上 这两个大招 如果平常来说的话 只有一个控制呢 ADD还可以稍微走向位 通过开车走掉 但是LNG来的是一个猪妹子 来一个小段的泰坦 他是完全走不掉的 但这个 其实这一波干客也正好能证明 就我刚才说到了 其实现在两个人抓ADD 真的很困难 因为这波泰坦是交了 应该说所有的控制 给到ADD身上 ADD才死掉的 杀的其实有点勉强 对 不过Sovn他也是很聪明 他特意留了一下大招 如果说你要走的话 我还可以留个大招来跟你 这边是国豪来掩护一下 Crow带线 中路阿修罗又是上去打了一套 下血量下得很低 现在LNG反正一想 你不跟我带没关系 我来抓你 在抓完之后 我再做野区视野 这样你证明压力会很大 而且我边线 派克是一个很难抓的英雄 只要派克不交易伤 一般是很难杀掉的 而且对于LNG来说 更让他们舒服的是什么 就你瑞兹不在正面的情况下 BLG这个阵容是没有开大龙的能力的 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打大龙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所以说我抓你边大的瑞兹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下一波是火龙团 火龙团LNG还是可以接 因为下一波金角是没有治疗的 刚才在中路的时候 应该阿修罗是上去拼一套吧 金角的治疗也给拼掉了 确实在EC这个英雄上 阿修罗的熟练度还非常高的 现在已经掏出了破败 这边向上来动下金角 金角闪现还差一点点时间 自己也是非常警觉 直到自己闪现没好 虽然有个大招 但是自己也没治疗 直接往后缩了 这场比赛其实相对来说 两边的一个制胜点 是比较明确的 就BLG的粉丝 可能要盯住ADD的位置 ADD如果说能够在侧面给到压力 那比较好赢 但是LNG的粉丝 可能就要盯住这边骚分 包括段王爷的位置 所以两个英雄在野区找机会能够很强的 并且随便 其实LNG只要 就开始说的野斧 野斧配合AD 现在伤害很高 随便稍微 只要在中路空到一个人 就是随便可以杀的 是的 但相对来说 其实两边的阵容 还是LNG的容色率更高一些 因为毕竟有心算无心 ADD 现在赶紧往后撤 因为他开始是通过龙坑的那个眼位 发现了阿修罗的动向 阿修罗开始也知道那里有眼 因为他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刚好位置自往后撤 他还是知道这里有眼位 火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这波要过来ADD这个位置看一下 打一套 这边弗兰朵赶紧拉一技能走 但是后续队友已经到了 段王爷这边 过来有闪现吧 直接给大招 打一套再给一个大招 这边后续有没有控制 控制没有空到 开打走 这就是开始说的 LNG如果要抓的话 控制一定要留一下 开始是LNG三个人来抓 然后控制留很多 才杀掉了ADD ADD只要留一个大招 他是很容易走 刚才那一波应该是圣枪哥 预判这边瑞斯的 被抬起来的位置 但是预判的稍微有点歪 那这一波上路的二塔 LNG这边应该是一个空房 这个二塔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拿的 虽然Pax的回防很快 但是他是要绕一圈的 毕竟野区视野 LNG还是断裂一些 但讲道理 刚才那波其实LNG不亏 看一下这边要包加 国豪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一勾先过去 但没有大招 这边是要留下国豪 国豪这里是没有吃到太多的控制 ADD这里是交了一个TP过来 创网要在上路展开一波5v5 LNG这边技能不是特别权 EC先刮一个大招 刮到的血量不是特别多 忽然到这边在侧面过来 但是直接被ADD劝退 看一下开引身 溜了 直接开个W 游弹前行溜了 B1B这里还是有一个摩根纳盾的 只要盾给的稍微好一点 然后痕迹没有那么好开 一勾勾到 但是没有勾到自己意境那么上面 其实在这两波 LNG这边各个点位 还是有一些小失误的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 段王爷那个位置 是在阻隔对方的国豪 但国豪这边挖地过去的时候 猪妹的Q技能没有顶段 其实放的有点早 如果放的就恰到好处的话 刚才国豪应该是比较难走的 而且LNG刚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毕竟星魔刚才不在 如果要开的话 可以直接开始挖掘机 挖掘机又没有秒表 是的 这场比赛 Randal仍然是非常的活跃 一直在带线 由于有两个人头进账 在包括自己补刀的一个持平 所以现在依然是有一个压线的状态 而且他压完线是可以去游走的 开引说到出了五速学的一个派客 就是这么任性 是的 这场比赛大部分的镜头都给到了圣强哥 阿修罗这边可能也不太开心 对吧 他抢戏 LNG现在 其实我一直想说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就可以看到 LNG他的野斧视野评分 永远是要 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于对面的 是的 因为他每次在优势的情况下 他的野外都做特别阻 但是这边BLG的关键装备也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到 金角是掏出来火炮 是的 金角这边三件套 其实这个是BLG这边第一步 也就是初步打架成型装备 为什么说初步 因为LNG这边前排比较多 像这种装备其实可以打了 但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最好还是要等到四件套 然后另一边的话 Cross掏出来自己的帽子 现在BB是有 在正面可以稍微打 这边直接过来 是在野区看到了LNG的人的 这波罗龙三件套之后 罗龙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们看一下龙的血量已经不高了 应该是没了 但是人可不可以走 这里看一下一勾 勾到一个狭狭开出个大招 这边是赶紧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撤 不过这没开机针的一个星魔 TiMu这也是交了一个闪现 躲掉了弗兰朵的一个斩 自己的位置还不错 这波难道BB要全员撤退了吗 不过LNG没有给这个机会 他还在继续追 这里回头打一套 Plex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勾了一下 这边勾到的是一个金角 回头Plex开了一个大招 自己血量不是特别好 还在最后一下 Plex交出闪现往后撤 这波LNG进攻的太过莽撞 BB是把大龙拿下来之后 全员撤退 刚才那波其实阿修罗 已经非常非常着急了 我们看到一个EZ 单枪匹马的突入到对方后面 去想拦截对方 但是没有办法 实在是留不住 BB这个阵容还是比较灵活 开始也是说了 由于他这个灵活的阵容 可以想打就打 想不打就不打 这一波是由于看到了 LNG的人是在自己红区 BB直接选择开龙 而且这个开龙 开得也还算挺果断的 毕竟现在是已经有了 一个比较关键的装备 是的 这个我估计就是 LNG这边没有掌握到 对方侠这边刚刚摸出三件套 其实是刚出到三件套 直接出门就打龙了 而且刚才还有一点 主要是因为心魔这里 他已经躲掉了弗兰朵大招 如果弗兰朵刚才大招 斩到的话 后面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继续做一个追进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的压力 就给到LNG这边了 看一下不然到这边 被定到 但是好在自己这边 解控解得比较快 旁边是已经听到了 Plex合巧断的一个位置 一个一技能留到两个 是的 毕竟开始也是 毕竟开始也是听到了 女妖 这边是破掉了Plex的女妖 经济依然是LNG领先 但是正面 想不想打是BB说了算的 其实这场比赛留给LNG的时间 真的不是特别多了 因为下一条火龙团就生死团了 对 一个是下一条火龙团 再有一个如果再往后拖的话 霞这边出到一个四件套 其实这场比赛 LNG能够限制霞出出的 直接电影进到一个金角 这里有点危险 不过他还有个大招 小端这里不是特别好 走原地开了一个金身 这里弗兰朵 看一下斩 斩到之后一个E技能 自己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往后拉了一下 是的 应该是没有斩到人的 感觉他是不是想一而二连 但是没有连出来 这边上单没有大招 LNG是只能往后撤的 虽然说心魔这边 刚才黑盾给的稍微晚了一些 但好在 心脚这边还是第一时间 并没有被集火 那这样的话 中路的二塔也很难受 勾勾一下勾到一个 EDD是没有 这里是没有一个闪现的 不过还好 后去输出LNG没有跟上 是的 可以看到 阿修罗现在EC大招的伤害 仍然是非常非常高 要开车 但是一勾 没有勾到 如果说这波能勾下来人的话 开车过来要打火龙 是的 现在小端是已经复活 正在出来的路上 不过他们这边打了一套 自己血量很残 再往后撤 现在这边是一个 兰德里的折磨 可能不能烧死 旁边EC打的输出也很足 不过自己蓝量不是特别够了 这波如果强行要打的话 一勾勾下 勾到 但是E技能没有打到 直接一个大招 这边是打到了盾上面 打到了黑盾上 那EDD也是可以往后拉一下 双方的状态都没有算特别好 但是操板是可以通过狂动来回血 龙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这边是已经是BB拿下了 本场比赛的第五条龙 是一条火龙 那到现在 标记这边应该说 经济就已经完全拉回来了 而且开始也是说到了 BB这个阵容 中期是比较 度过之后 他的后期是比较好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 LNG接连几波团战失误都还挺多的 如果说 就前面子团战只要失误稍微少一点 BB他不会赚得这么多 因为前几波LNG几乎是纯亏的 这是一个大红buff收益是3452 buff中有时 哈皮不限时 这边金角是没有选择第四件出一个破甲装 也是因为萧芬这边 包括小段这边没有选择出过多的一个护甲装备 所以说先选择出一个水银刀 这边的话 萧芬是选择出了一个机克的聚合 金角这边买了一手保险的 这样的话对于LNG来说 其实正面的团战就更难受了 现在好像KI上校是更看好LNG这边的 但由于金角这里大伙双招好了 他有大招有双招 辅助有盾自己 还有一个水银的情况下 他只要一直站着 中单一直给盾 正面团战BTP没有那么好说 是的 其实讲道理 现在我个人认为局面的优势 还是在标记这边的 对 因为再往后打 可能EC会陷入一个比较乏力的事情 这边EC大招想抢一下 没有抢到 但是骚芬这边好像是惩戒下来了 骚芬惩下 是的 这个红BUFF其实对于LNG来说 还是挺关键的 对标记这边没有拿到 很难受 阿修罗切到后面挺难受 因为他 EC这个英雄 他不是说那种 他持续输出 没有说一瞬间爆发 可以把盾打掉杀人的 打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看一下这边视野控死 LNG这边要怎么处理这种艰难的局面 E在刚才叫E技能过强 中路的兵线 BDB先逼一波 把兵线逼过去 让LNG守线的时候 自己再来做视野 其实BDB因为他开团也不好开 然后他也一直不开 他就这样拉扯 一来二去LNG总会露出破绽 他毕竟有一个瑞斯 是可以不停地开车 LNG现在要做的 其实就是最好能够把视野逼过去 并且通过找一波机会 杀莫干娜没有给盾的那个人 是的 而且像这种拉扯 其实就算是继续往后拖 BLG这边阵容的向性 也是更符合后期的吧 因为瑞斯这个点 包括霞这个点 其实在后期LNG这边 没有什么人处理 但是逼掉了 CORRU一个闪现 这个闪现很关键 可能是一个不憋 直接丢了一个大招过去 金角是吓到半血 虽然身上有灰盾 哇 这再勾一下 还好旁边是CORRU过来给盾 金角这也是直接 虽然没有被控到 但是硬伤害灌到了一个半血 蓝buff这让阿修罗拿下 旁边 国豪在这里听一下 听到了PLAX PLAX身上还有女妖的 这是没有破掉女妖 这边大龙已经开始打了 LNG非常稳 直接往后撤 勾 勾一下 勾到ADD ADD是被打了起来 不过旁边星波赶紧给上一个盾 正面LNG是要往后撤的 这波打下来伤害非常的高 小断是已经没血了 勾来消息 勾到ADD ADD只交出一个闪现往后撤 LNG这里又是刷了一层的盾 上去之后 PLAX这个大招还没开出来 就已经被斩下 正面战场LNG已经接不了了 SOFT的位置也是被跟上 不过旁边 这边是一个弗兰多的斩 斩掉了ADD 双方这波还要拉扯 阿修罗这里有一点点危险 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撤 这边国豪也是上来 上套了一个盾 他完全不怕阿修罗 现在又交了一个E技能 旁边 这边是交了 旁边是弗兰多过来勾了一下 虽然勾到一个星魔 但是旁边还是有盾的 自己没有那么好走 被困在原地 最终是让金角收下一个下档 这样的话 这一条大龙应该也要被标记收下了 这一波打完 BB应该是可以把大龙拿下 而且这一波ADD应该吃不到大龙buff 如果ADD有大龙buff 应该是可以boog两路甚至三路 但是如果ADD没有大龙buff 正面 待会儿LNG还是有机会可以接 其实ADD这边 如果说没有大龙buff的情况下 他在下路或者说上路的分载 以LNG这边也没有什么人能处理 刚才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第一时间想要开ADD 但ADD太肉了 他想要打点余阵出来 而且身上还有盾 这个盾是加在了余阵的这个 就加在了余阵上面 你看 他第一时间打余阵 而且还有一个莫干娜的盾 并且这一波弹射 是直接弹了个手 全部弹血 而且他一个人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除非五个 其实压力真的没有那么大的 因为后续一个是有盾 再有一个 他还有自己知天使的一个护盾 所以说 这样一直刷盾 我们看阿修罗虽然伤害打得很足 但是每一波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 这也是刚才说到的 就ADD和霞这两个点 拖到一个后期 让LNG这个阵容 没有什么人能够处理 这两个输出核心 现在金脚是已经掏出来 自己的水晶弯刀 而且又拿了一个飓风出来 而且国豪这边 一直在侧面 听着圣枪哥的位置 圣枪哥这边很难受 挖过去看到的圣枪哥这边 一个QE直接拉开 蓝buff这边应该也要被控下来 现在 我看他上波团战 金脚的输出是打得非常高的 并且下一波 他是有水晶弯刀 还有一个 可以打一套 直接斩一下 这边要斩新魔 新魔这里赶紧走 旁边圣枪哥这里 在通过被动回血 被动回血应该是可以 EZ这边被开到 我们看一下后续还想要追 一脚开一个W上来一直A 造反的血量下得很低 而且小段也是被禁锢到 但现在EZ的伤害 仍然是很高的 开车过来 直接要打圆古龙 LNG如果没有知道圆古龙 自己阵容会非常难受 但这一波 看一下打龙速度够不够快 还是非常非常快的 即使说圣枪哥这边 支援速度很快 但也来不及赶到了 那这样的话 时间38分钟 BB拿到了双龙汇 这场比赛LNG比较艰难了 现在只要金角开一个W 然后后排两个人给他盾 他就是可以一直往前A 是的 几乎没有太多的人 可以对他造成威胁 而且由于身上有一个水移 所以说如果说LNG这边 想卡盾的一个CD 其实也很难实现 这里找机会 想要动一下国豪 但是国豪也不怕 身上有个春歌甲 双回到手 阿修罗这场比赛虽然发育非常非常肥 18版武艺 但无奈找不到人吃着 而且随便打一下自己血量就已经残了 阿修罗必须得回城 他刚才是被AQE打完一套 自己下到一个残血 是的 由于上单没有大龙Buff 所以BB选择5人正面推进 这种推进虽然说效率没有特别高 但是由于霞实在太肥了 所以LNG也不敢动 已经顶不住正面这个金角的伤害了 如果说自己上单有一个大龙Buff的话 现在应该是破个两路 不过也还好 这一波是白转移 越往后打LNG确实也越不好打 毕竟这个阵容输出没有那么足够 而且这场比赛 其实讲道理来说 BLG这边虽然说在前期是犯了两波失误 就被LNG这边助美开到两波团战 但是在那两波之后 整体来说BLG是一个 就偏被动的归缩防守的一个态势 这种防守的态势也是帮助BLG 拖到了这个时间点 来到了自己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而且确实还有一点 PB这个阵容确实中期没什么开团 而且他又不想打 亲切能力又强 LNG中期很头疼 他找的机会都没有说 让自己把优势转回圣势 这边看一下 但是BB 看一下每次金角旁边都是有两个保镖的 Curo和新魔都一直在 金角只要开个盾往前A就可以了 他只要开个W往前一直A 这边LNG是没人管得到他的 是的 这边想蹲一下国豪 国豪这边过来 但LNG这边第一时间还是选择撤退 好 这边动一下弗兰朵 弗兰朵血量下斗半血 哇 赶紧交一个E技能走 再通过这个远古龙 还有几秒钟 把下路阿尔塔给推掉 现在阿小罗是已经掏出了一个 已经掏出一个繁星的提醒 但是这个装备确实AD一列的上限是比较低的 这个英雄确实到现在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刚才我们一人看到每一波打团战 他的伤害几乎都是打在盾上面 盾还没打过 下去盾又刷出来了 哎 这边想要开 我们看一下ADD这边被开到了 这边晕在原地 这波能杀掉吗 杀不掉啊 反而是在展出来之前 弗兰朵是已经率先阵亡了 旁边 斤角如如无人之惊 一直在往前平A 这边后面一直给顿 一直给顿 已经收下一个三杀了 看有没有五杀 旁边开一个车过去 要留一下小段小小的勾下墙 往后走 不过这AD交出一个闪现 一个EQ直接收下来人头 WEQ 那这样的话借助兵线 由于LNG阵亡能实在够多 那BiliB应该是可以借助兵线 直接一波结束比赛 是的 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可以提前恭喜标记 拿下这个BO3的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BiliB 获得BO3的第一局比赛 这一局也是LNG 一直想要找机会 但是中期啊 BiliB实在B战B的太好了 而且其实 BiliBili这边也不是说 中期没有任何的失误 其实有一波在 上半区那边的失误没有 就LNG这边是没有抓到的 LNG这边其实 内部操作是有一点点小疏忽的 他其实想过去 就是想过去开 但是由于自己操作出了一小瑕疵 对 明明星魔没在 如果留到人的话 是很好造成击杀的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 一个赛后数据 这场比赛的数据 金角是打出了 全场比赛最高的输出 金角今天的状态 感觉相较之前吧 也是有所回暖 而且感觉BiliBili也是独透了 这一套选择派克 因为派克是最后一手选的 但是在之前 BiliB是已经拿出了一套 中期不打架 然后通过运营转线 来打比赛的一个阵容 是的 相对来说这种阵容 其实和BiliBili这支队伍的风格 也比较像 而且这套足够灵活的阵容 也是让LNG选的这个Niko非常难受 因为Niko这个英雄 他是希望对面都是没有什么位移的 然后他可以在侧面变个人 然后闪现进去大招 这一般是Niko比较喜欢的 但是由于这把偏偏是个卡尔玛 实在太过灵活 而且卡尔玛有盾 这边辅助的一个莫根纳也有盾 他每次想要去开的时候 几乎都开不到一个太好的人 AD还一个大招 这边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边应该是 感觉应该是金角 这边金角 金角大王是获得了一个801的数据 41.8%的伤害占比 90%的参团率 因为都是Valger他来打 除了上路那一波三包一之外 应该其他的他都有参与到 然后对位的经济差 从最开始领先 落后2000多 到最后领先了3661 这也是金角下期他第一次拿到MVP 是的 这场比赛确实 金角人民选手发挥得非常非常好 其实相较来说的话 金角从去年开始 他的进步一直都很大 特别是到了今年春季赛 一直到夏季赛 虽然春季赛差那么一步 没有进入到季后赛 但是金角的一个进步 我们还是有目共睹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得知一个消息 在下一场的情况下 LN就是选择了蓝色方 双方没有换人 那这边我们超时休息 马上迎来BO3的第二场对局